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那我们知道参数方程 参数方程我们通常把它写成x是等于phi t y是等于phi t t我们有时候指定 有时候给定它的这个范围 有时候不给定 你要看它的这个 如果不给定的话 那我们直接看成函数它自然的定义 这个参数方程 它给出了一个y是x的函数 y可以写成是fx 那么怎么样去找到 y关于x的函数 或者说例如说 我们要如果要找出这个参数曲线 在某一处的这个摊乘的line 它的这个切线方程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 因为这个参数方程 它是指在xy的这个平面上 那我们只能找y关于x的导数 才能知道它的写率是多少 它的snope 那这个 我们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参数方程 x是t的函数 y也是t的函数 通过t我们就知道 y可以是看的是x的函数 当然这个函数 是一种特殊的函数 我们特殊也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那对于这个情况 我们怎么样去找 dy dx 那我们来说 它的公式是这样子 dy dx 它就等于 dy 比上 dt 除以 dx 除以 dt 或者说是 y 关于 t 的导数 除以 x 关于 t 的导数 那这个我们可以用几种方式来讨论 用几种方式 就好几种方式都可以去推导 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 用称入 那么我们知道 dy dt 我们可以把 x 看成中间变量 可以是 dy dx 乘上 dx dt 然后在两边同次除以 dx dt就是了 所以说 dy dx 等于 dy 除以 dx 除以 dx 除以 dt 我们在在这个前面这个等式两边同次除以 把这个除掉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等于 y 关于 t 的导数 除以 x 关于 t 的导数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定义 直接用定义来算也可以 那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 dy dx d dx 它是 limit h 去经以 d 当然这里我们要求 phi 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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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 t 它是 differentiable Differship 而且是 phi关于t的导数 不能等于0 等于0的话 这个分母就为0了 好 我们可以用定义来算 这个是 我们可以看 这应该算是 Delta X取近0 我们可以用这个定义 这是Delta Y 除以Delta X 用Delta X取近于0 而phi T又是Differship 所以我们相当于是 phi T它首先一定是连续的 phi T是连续 连续的话 把Delta X取近0的话 肯定是Delta T也取近于0 那么我们把分子分母都除以Delta T 那分子就是 Y关于T的导数 分母就是X关于T的导数 那么用几种方式来证明都可以 那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公式是这样就行了 公式 你只要知道这个是我们参数方程求到的公式 那这公式倒是也不难啊 也比较容易记住 那么我们参数方程 如果说 Y是等于R 我们用A吧 我们用A吧 AcosT X是 X等于AcosT Y等于A3T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圆的方程 T从0到2π 那我们找 Y Dy Dx 这是一个参数方程给出来的 这个函数 Dy Dx 那么就是 A3T 它的导数 除以AcosT 的导数 那是AcosT 除以-A3T 所以是等于负的CotT 那我们稍微提一句 在之前的这个 视频里面我们讲过了 这个T是一个参数 它有时候表示的是时间 那么它还也许在其他的地方 它是不同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方程里面 它这个T可以表示是这个意思 T可以表示是这个角度 跟X轴 这个从圆点出发到这个 圆上的这个点 跟X 这个连线 跟X轴的夹角 那我们发现 X轴的坐标 就是它的半径长度 乘上cosT 而Y Y轴的坐标 它是半径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斜边 半径乘上3T 就是这个长度 那在这里 它的参数的意思 就是跟X轴的夹角 这是第一个例题 当然有时候参数方程 我们也可以 化成直角坐标系下的方程 来计算 当然我们 很多时候是不必要 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参数方程 它给出的这个 给出的这个公式 我们直接计算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二个例题 X是等于T 减上T的平方 Y是等于T减上T的立方 我们来求DY over DX 那我们知道DY DX 就是Y关于T的导数 就是1-2T 所以这个就很直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切线的方程 X等于Second的T Y等于T T呢 是从-2π 到 T是从-2π 到2π 因为 T 它只在一个π的区间内 是连续的 从一个-2π 到2π 我们说是 Find 我们找它的 Equation of tangent line 再来一个点呢 在 根号2和1 这一点 那么也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 根号2和1 相当于T 就等于 四分之π 那 在这一点的tent line 我们就要先找它的斜率 那我们斜率是它的导数 那 Y关于T的导数 是 Second的T的平方 X关于T的导数 是Second的T 乘上 Tent的T 那所以是 Second的T 除以Tent的T 我们全部化成 sin cos Second的T 是 cos t分之1 而Tent t是cos t分之3 那么 倒过来 就是3 t分之cos t 所以是等于 3t分之1 你也可以写成cos second T 那么 d y d x d x 在 t等于 四分之π 的这一点 它就是等于 1除以 3 4分之π 那么3 4分之π也是 根号2 所以是根号 二分之1 3 4分之2 分之根号2 对 2分之根号2 所以这也等于根号2 等于根号2 那我们在这一点 它的写率就给定了 所以的equation 我们知道这个tent line的equation 我们用的是 snope point form 我们说t等于4分之π的时候 那就是x 因为x是根号2 所以是 先是y-1等于根号2 这是写率 然后x-2 根号2 当然我们可以写成y等于根号2 x 那么这是-2加1 所以是-1 所以这是tent line tent line of parametric curve 这是我们参数方程给出的这个函数它的导数 它的导数求法 嗯 嗯 嗯 谢谢观看